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驚人大數據曝光 中國2億人口靜止 中國頂級球隊散火 重創中共美夢 外界對烏援助到位 戰局升級風險仍然增加 布林肯演說批評 北京對國際秩序構成嚴重挑戰 勝聯系統預計明年進軍亞洲市場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27日 星期五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王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隨著中共政府對疫情實行清零政策 在全國多地長時間的持續進行 例如全域靜止、靜態、靜脈管理等 這些新詞不斷出現 在中共官方的疫情控制詞彙當中 這樣在中國全國各地 到底有多少人因為清零政策 已經完全處於靜止狀態呢? 近日在網上熱傳的一篇文章 給出了答案 通過大數據展示了 僅僅今年4月份 中國國內竟然有高達2億人口 完全處於靜止狀態 該文章目前已經遭到刪除 但卻引發了外界的高度關注和熱議 綜合傳媒報導 中國國內微信公眾號 《城市數據團》 5月13日發布了一篇 提為2億人口在4月正止的文章 這篇文章披露了很多中共官方沒有公佈 但從大數據來看 事實上卻成為正止狀態的地區 最後的統計結果顯示 僅僅今年4月份中國國內有高達2億人口 完全處於靜止狀態 目前這篇文章在微信上已經被刪除 無法查閱 微信給出的理由是接到相關投訴 此內容違反互聯網用戶 公眾帳號信息服務管理規定 同時在網易網站上的轉發連結也無法打開 對此自由亞洲電台採訪了曾經在中國傳媒工作 現旅居美國的新聞評論人士魯南 對這篇文章的內容做了具體分析和解讀 魯南表示 全域正指是中共政府在這一輪疫情當中 剛剛發明的新詞 大概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 經營性物閉場所暫停營業 戲院關閉餐廳堂食停止 嚴控聚集 第二 停止公共交通 居家辦公非必要不出戶 甚至觸不出戶 當疫情出現的時候 第一條當中的管控措施經常會立即施行 隨著疫情的發展再展開第二條措施 這樣在剛剛過去的4月份 在中國國內到底有多少中國人 經歷了這樣的全域靜止呢? 對此魯南表示 因為中共官方的很多通知 並未放在官方網站上一些區元級別的封控 只用微信公眾號發布 甚至可能沒有發布 不過卻可以從戲院營業 線下消費 以及交通情況找到問題的答案 通過大數據顯示 僅僅今年4月份 全國四分之一的人口無法走進戲院 全國五分之一的人口的消費比去年同期低一半 而處於交通靜止狀態的人口 已經超過了全國總人口的兩成 而在理論上 如果一個地區的戲院靜默 消費靜態 交通靜止 這三項指標都超過兩成的時候 這樣就可以將居住在這裡的人口 標記為靜止人口 最後 根據大數據得出的結果是 自今年1月 中國國內的靜止人口數量已經逼近5,000萬人 在4月上旬更加超過1億人 甚至達到2億人 近日 根據外媒報導 目前負債累累 曾經因為揮放無道而聞名的中國頂級足球俱樂部 重慶兩岡競技隊宣布解散 也都成為了最新一隊 被從中國聯賽當中解散落架的球隊 對此有評論指出 中國甲級足球面臨的危機 不利於落實習近平提倡的 要實現中國足球強國夢的計劃 重創了中共的美夢 根據法新社報導 中國足球當中 來自西南部城市重慶的重慶兩岡競技隊 在一份聲明當中說 我們非常遺憾地決定 退出中國職業足球聯賽 從而解散球隊 聲明當中還說 俱樂部改革所有權結構的嘗試已經失敗 俱樂部的帳戶被凍結 俱樂部員工面臨巨大困難 對此發生社說 這是對中國足球信譽的有一次打擊 因為習近平的目標 是使中國成為足球的世界強國 有能力組織和贏得世界盃 而事實上近年來 包括中國冠軍 江蘇蘇寧隊在內的多間 負債累累的超級聯賽俱樂部已經消失 此外目前中共政府幾乎取消 或者推遲了原定在中國舉行的 所有重大體育賽事 甚至包括國際賽事 對此外界評論表示 習近平早前曾提出過 實現中國夢和體育強國夢息息相關的指示 甚至還專門提出了 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的決議 現在看來卻變成了黃良一夢 26日美方官員表示 在美國及盟友對烏克蘭提供更多先進武器的情況下 俄烏戰場局勢升級的風險仍在增加 3名美國官員和外交消息人士 告訴路透社 幾乎和華盛頓方面近期討論了戰爭升級的風險 到目前為止 俄羅斯的軍隊被認為是具有明顯的進攻傾向 但軍隊整體表現仍然與它的戰略目標非常不匹配 原因是烏克蘭軍方頑強抵抗 美國國家情報局擔憂 由於外界對烏克蘭的援助不斷就位 整體戰場的軍力將會升級 在未來的幾個月當中 戰爭可能會走向更加不可預測的軌道 很可能在某些領域出現危險升級 業界繼續警告俄方 使用更危險武器威脅到烏克蘭境內的可能性 消息人士說 在俄烏局勢陷入僵局的情況下 美國政府甚至考慮 向幾乎提供射程可達幾百公里的高機動火箭炮系統 這樣對於俄羅斯軍方能夠造成更多打擊 此外烏克蘭軍方也正在開發 一些新的機動作戰方式 自由歐洲電台報導說 烏軍的一些部隊正在使用駕駛電動車 搭載反坦克導彈實施特襲的做法 對俄軍坦克實施了至少一次成功的特襲 這樣的配備能夠在危險的戰區 快速安靜地移動 並且可以進入僻靜的林家小路 導致俄羅斯軍方極難以追蹤政策 美國軍事智庫戰爭研究所評估表示 這個星期有情報顯示 俄羅斯軍隊越來越缺乏高精度武器 根據烏克蘭總參謀報的報告 由於缺乏高精度武器 俄軍正在尋求其他打擊基礎設施的方式 並加大了使用飛機支援的程度 烏克蘭情報局指出 俄羅斯高達6成的高精度儲備已經用完 這樣意味著他們在後續補充方面面臨挑戰 這樣的問題之所以發生 部分原因是外界制裁俄羅斯的國防工業生產 烏克蘭警告說 由於俄國缺乏高精度武器 烏克蘭的民用設施可能會受到更多攻擊 當局還指出 目前克里姆林宮也正在受到 戰鬥力儲備水平下降的困擾 俄羅斯杜馬和俄國聯邦委員會 近期通過了一項法案將自遠入五公民的年齡 從40歲提高到50歲 這樣意味著俄軍高度缺乏前線人力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四發表美國對華政策演說 他指出 中國對國際秩序構成最嚴重的長期挑戰 中國在世界上唯一有意圖和能力改變國際秩序的國家 美國將會投資自己團結盟友和中國競爭 布林肯在將近一小時的演說當中 開場就批評中共是比俄羅斯更加激手的挑戰 布林肯說 即使俄羅斯總統普京對烏克蘭的戰爭仍在持續 我們仍然專注於對國際秩序 構成最嚴重和長期挑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是目前唯一一個既有意圖 也都有能力並以不斷增長的經濟、外交、軍事和科技實力 來重塑國際秩序的國家 這次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演說當中 布林肯就以三個詞彙總結美國的戰略 也即是投資、結盟、競爭 美國會投資自己、聯合盟友和中國競爭 他特別提到要將中國政府、制度和中國人民分別對待 中國如今有翻天覆地的變化要歸功於勤勞的中國人民 還有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為中國創造的穩定環境和發展機會 毫無疑問地球上沒有哪一個國家 比中國更加受益於這個國際秩序 他呼籲世界各國在與中國交往時不能忽視人權問題 因為這也關乎國際秩序的維繫 他再次以種族滅絕形容中國在新疆的做法 也提到中共對西藏壓迫和持續破壞香港的自由民主 關於香港他批評說 中國一次次違反自身在聯合國登記在案 對國際社會曾許下的承諾 布林肯說美國談這些問題 也並非要所謂干涉中國內政或反華 而是要捍衛和平、穩定和人類尊嚴 他提到美國近來提出的印太經濟框架 並強調美國沒有強迫各國選邊站 而是給予大家選擇的機會 他總結美國對中國將會採取綜合威懾 中國所構成的挑戰 更加讓美國必須強化自身的外交實力 他說美國國務院將會成立專責中國事務的 新的綜合性協調部門 SpaceX創始人馬斯克旗下的星鏈系統 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用戶 這間公司指出 預計在明年起將服務擴展到亞洲等諸多地區 根據SpaceX向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提供的數據 現在星鏈在全球有超過40萬名用戶 自2020年10月開放服務起 這項太空網絡信號服務工程 已經獲得了大量新增用戶 企業和個人用戶都獲得了突破性增長 在今年3月份有大約25萬名活躍用戶使用設施 非洲和中東的大部分地區 在上述區域增加更多客戶 該企業在即將推出服務的欄目裡 排除了中國、北韓、俄羅斯、伊朗、阿富汗等小數幾個國家 不過有猜測認為 如果星鏈在亞洲地區的業務快速增加 而中國也在服務鄰近地區的話 星鏈將會無法避免地影響到中國境內的網絡生態 相關的做法引發了中共政府的忌憚 在近期北京政府多次批評星鏈的風險 親中講《梅南華早報》這個星期說 中方政府研究員最近發布了一系列研究 討論開發反衛星技術來阻止星鏈衛星的工作 該做法被認為是希望確保中共的網絡信息封鎖場正常運作 北京承認目前為止當局仍然不清楚可以使用哪些方法 能夠在低成本高效的情況下阻止衛星網絡 在2月份俄羅斯發動對烏克蘭入侵之後不久 烏克蘭政府就開始使用馬斯克的衛星網絡設施 政府方面證實阿金為止 烏克蘭所有的關鍵基礎設施都在使用星鏈 行業指出阿金為止仍然沒有好的辦法預防星鏈對當地提供網絡 原因是這個系統的衛星過多 由於星鏈在天空當中有幾千枚衛星在運作 並預計之後還會增加幾千枚 這樣大幅度增加了開發防控技術的難度 觀眾朋友針對在網上熱傳的微信文章 通過大數據展示了 近今年4月份中國國內竟然有高達2億人口 完全處於靜止狀態 你對目前中國國內的居民百姓的真實現狀有什麼看法? 歡迎留言討論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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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留言、分享給我們下面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